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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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兩件事 不過又可以當作一件事 我們講的是宗教改革的根源 今年特別是一個隆重的日子 就是紀念宗教改革的500周年 下個星期二 即10月31日 10月31日是一個很隆重的日子 因為這一天就是紀念500周年 因為相傳馬丁努德在1517年10月31日 正正是這間教堂 這個也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那間教堂 就是在那個叫做Castle Church 我不知道該怎麼譯 總之那個在德國Wittenberg這個地方 的一間教堂那裡 就宣傳馬丁努德在那個教堂的門那裡 就釘了那95條論綱在那裡 這個就掀起了這個宗教改革的浪潮 事實上那個95條論綱其實是跟 就是我們平時 那些我以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 我以前想的就只是那些大學的大字報 那樣 哇 做了一出例子很引起爭議 於是就傳媒國法報告這樣 但是呢 它原本那個論綱是什麼來的呢 原本那個95條論綱其實不是大字報的 不是去抗議的 原本來說那95條論綱是 不是不是這個 就是馬丁努德作為一個大學的教授 他對當時的教會裏面的一些做法 特別是叫做補償權 就是英文的indulgence 這個這樣的做法呢 他覺得是很不滿意 所以呢 他是提出一些神學的見解 但是希望呢 是掀起跟天主教當局的一些學者進行辯論 所以這個呢 那個論綱呢 其實就不是一個大字報那些這樣 是一個學術的文件來的 就是當是一個邀請學術辯論的一個 paper 給你看著先然後一起開會談 但是呢 正正是因為當時有很多的原因 因為今天我們不是去講那個 就是那個重點不是放在那些 當時的歷史那裏 所以我不去詳細講 就是在當時很多的社會 政治文化等等的原因 當然包括那個教會的很多的問題 所以呢 就路德一這樣講的時候呢 就牽一發動全身 就燃起了這個宗教改革的火 那當然那個影響呢 是很厲害的 就是你看到這裏呢 就是列舉了一些的地方 都是受著宗教改革影響的 所以呢 當然我們說是路德去掀起這個宗教改革 但是呢 實際上參與的肯定不只是路德 也都在不同的地方 都有不少的人呢 不少的一些教會人士呢 都是覺得教會是需要極需要改革的 這個包括一些主教會內部的人士 所以應該這麼說 那時候那裏都是天主教會內部的 後來才分裂了出來的意思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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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我特意先放在英文中 因為法國中文有很多不同的發言 例如Lutherland是可以做信義宗 又可以做路德宗 在香港都有信義宗和路德宗 或者叫做信義會和路德會 英文都是Lutherland 還有嘉義文宗裏面的 包括海格宗、蔣老宗、公理宗等等 從世派 這裏沒有特別寫出來 一些正在回應或者反對聖功宗的 一些小的教會群體 他們不想離開英國國教 他們不想分裂 不過他們又不覺得 有些聖功宗裏面的事情 他們不可以接受 所以有一些反對的聲音出現 簡單來說的結果就是 西方教的分裂是 天主教和基督教 我在這裏今天用的字眼就是 Roman Catholic我用天主教 Protestan我是用基督教的名字 如果你說Christianity 是甚麼叫Christianity 就是基督宗教 這個可能在香港人來說 可能比較容易明白 因為基督教想起 就有些奇異的 不過一般的說法 就是 你是天主教學校 還是基督教學校 就是Protestan的意思 但是基督教本身 就是Protestan本身 都有各自的發展 而天主教並不是說 有一種想法 就像天主教會的改革 天主教本身都是銳意改革 這個Protestan本身 就是天主教會的改革 的一個會議 亦都在當中 就是天主教會 有一幫人士組成了 耶穌會 Jesuit 這個亦都是 就是天主教的 一個很重要的改變 如果大家認識這個 利馬鬥 不是Person認識他 是明朝來的 他很明顯就是 耶穌會的修士 今天我們講的就是 這一堆的東西 對我們的現代世界 帶有什麼影響呢 我首先想講一下 我自己對所謂的現代世界 現代社會 現代文化的了解是什麼 分兩面來說 社會的層面來說 這些都是我認為是重要的 包括一個資本主義 或者叫做市場經濟 在這樣的狀況下 那個市場 是主動著社會 就是說 有個說法 以前 在未現代化之前 經濟其實是屬於社會 運作裡面的一小部分 你可以想像一下 一個農村社會 他可能每月的 不知道什麼 我隨便說一下 初二和十六有個虛期 可能不是 總之有個虛期 在那裡是進行買賣的 但是一般來說 他們的經濟 不是以 基本上那個市場的運作 不是太過重要的 就是說那個市場 其實不是經濟的主要動力來源 基本上經濟不是靠交易的 是自給自足的一種經濟 所以以前來說 那個市場不是很厲害 但是去到現代的世界裡面 那個市場 成為了一個最重要的 那個經濟裡面的一個 怎麼說 一個的成分 也都因此影響了很大 今天我們 基本上大部分的經濟的活動 交易等等 都是通過市場 甚至以為市場就等於經濟 事實上在以前來說 不是這樣的 也都資本主義的一種想法 就是希望能夠無限地累積資本 資本主義沒有說夠的 照計 你想像一些很厲害的生意人 如果他有一招告訴你 我現在賺夠了 他的股價 我想馬上一聽到這個消息 已經訂貨了 沒有說夠的 是不斷地說增長的 這個是現代的社會層面裡面的一個特色 另外當然是工業化 科層化的意思就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上班的時候 你會入了一個 好像你當作是軍隊的一個組織裡面 上面一層一層的 你的老闆上面有老闆 或者你的下屬下面也有些下屬 是分得很清楚 每一個人的位置 他的權力在哪裡 責任去到哪裡 是說得很清楚 所以不會太過因為 改了一個人之後 就所有東西都不同了 當然人當然有影響 也有很多什麼所謂 《一朝天子》 《一朝神》 或者什麼《馬房》 那些東西 但是基本的理念就是 哪一個坐的那個位置 就有那個位置帶來的那種實力 就是試想一個公司 如果有一個人是做行政總裁的 而換了另一個人的話 基本上那個行政總裁 那個要負責的東西 不會改變了 可能那個領導的模式不同了 他帶來對公司的一些影響不同了 但是基本上 就是每一個位置都有 他自己的適當的權力和責任 這個是一個科層化的例子 也是現代化的例子 當然還有就是民族國家 以前來說 在現代以前不是說民族國家 因為現代之前是說帝國 帝國之下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民族 他們自己有一些小國仔 不過他們不是所謂主權國家 他們在之上有一個大的帝國 可能譬如說 在羅馬帝國之下 有日以萬民族 就是他自己有一個國家 不過那個國家不是一個主權國家 因為在他之上真正有主權的 就是羅馬帝國那個皇帝 但是現代的特色就是 每一個民族自己去組成一個國家 不會under一個帝國的 另外民主政體等等 大家應該都不難明白 可能難明白少許 就是什麼叫分化呢 社會分化這裡 不是用一個負面的意思 就是通常我們說分化 就是搞到分裂了不好 這裡的意思 其實是一個中性的描述 就是什麼呢 這個社會裏面的不同領域 這裡講了政治、經濟、教育、宗教 法律、藝術、家庭等等 這麼多不同領域 各自獨立運作 開始是自己有自主的性質去運作 這樣這個叫做社會分化 就不是說現在社會很亂 那種分化的意思 這些都是社會層面的 現代社會的一些特徵 那文化方面是怎樣 這些所謂文化其實比較牽涉到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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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任問 他生出來 慢慢慢慢 在現代社會成長的時候 就慢慢慢慢 已經是接納了 被視為理所當然的 包括什麼呢?就是包括一種的自主性 什麼叫自主呢?就是他不受制於外在的權威 又怎樣不受制於外在的權威? 就是說今天舉一個例子 如果說在一個大學的領域裡面 我們說做功課就算了 做功課怎樣才叫做好的功課呢? 比如寫一篇論文 一篇好的論文一定不會只是說 我引用了一些偉大的學者 作為權威這樣的算數 他一定不會講清楚為什麼這些是權威 或者這些權威為什麼是合理 甚至他可能正是說一堆東西 推翻權威所說的說話 所以到後來不會呢?就是怎樣呢? 就是不會說我引用了四書五經 就自然證明了某件事一定要這樣做 現在我們現代社會不會接受這件事 也不會接受這個就是教會的權威 所以說了出來你就要接受了 你不可以討論的了 你自己要扯下去了 這個不是現代的想法 我們會覺得每一個人都不是受制於外在的權威 我們會跟著我們的理性 會不會覺得自己啊?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現代的想法 另外跟這個有關就是 我們很重視那個個體 或者另外的說法是那個主體 成為了我們自己的 自己成為了這個真善美的最後的標準 當然真善美不是純粹全觀的 不過到頭來我覺得什麼是好 什麼是應該做呢? 到頭來不是我聽某一個人這樣說 或者是四書五經這樣說 所以我就做 而是到頭來我都是通過我自己的理性去判別 原來四書五經裡面所說的某一件事 是應該做的時候我就做了 就不是根據外在一個的規範 就說我不是這樣做的時候就不對了 為什麼不對呢? 不知道你不要理太多 你總之照做吧 我想現代的社會是不接受這種方式 因為我們重視那個主體性 而跟這個沒有什麼關係 不過跟我們平時日常生活很有關係的 就是那種的工具理性 理性其實是很多種方式的 那種表達方式 但是工具理性的表達方式 就是用來計算的 舉個例子 假設我今天大家聽了一個talk 想著我怎樣回到家最快 那你就會想 如果跟著我乘地鐵會快些 還是乘巴士快些 還是可能的士快些 我們會然後計算快速程度 要花多少時間 要走多少路 要付多少錢等等 我們一嘗試找一個最optimum的 最優化的一條路 等到我們回到家 那如果你說什麼要想不到的東西 我一向就是Google Map Google Map就是幫你用這些東西 計算了所以你已經知道了 這種這樣的 我有一個目的 然後我找一個手段 或者找一個途徑 去通過一些計算 思考去達到目的的話 這個是一個很現代的 或者是主流的所謂理性 甚至這個就是理性 就是分析解決問題的一種理性 那所以如果大家是商界 或者你是負責做管理階層 整天你開會的時候 做resentation等等 就是運用這種理性 去幫你解決問題 甚至你覺得這個就是 理性分析的唯一一種方式 但是理性 個案來說 不是只是這樣用的 還有很多其他的用法 但是這裡的用法 是一種計算分析 就是解決問題的一種方式 另外最後那兩個就是 一個科學的世界觀 我們今天去解釋這個問題 我們會說所有東西 是不是科學的 我們說即使我們解釋不到 我們都相信 日後是真的有機會 可以解釋到為什麼 有這些現象 而背後就是以前那種 如果你相信有一些神靈 超自然那些力量的話 在現代世界觀這種信念 不是那麼多人接受的 當仍然有人接受 說你有些東西 不知道 但是一般我們的人常生活 我們不會這樣想 我們不會說 你病是因為我有事搞你 對不對 我們也不會說 我現在這件事很順利 就是因為有個神幫助 當中如果有 比如基督徒 這樣可能會覺得比較關鍵 但是如果不是的時候 一般普羅大眾 一般社會裏面 就是一個比較細族的細族 就是說它不會去用宗教的方式 去考慮問題的 這個是現代文化的一些特色 好 接著就要入正題了 就是講究竟宗教改革 和現代社會文化的關係在哪裏 如果剛才講得不清楚的話 一會再講下去 可能剛才提出來 有些東西更加清楚 但是我覺得要首先講一講 究竟什麼叫現代社會文化 還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現在講了 就可以進入宗教改革 首先澄清一點就是 宗教改革本身 他只是想著去改革教會 所以他不是想著 搞好一些文化 搞好社會 但是呢 以下下來有一些情況 一些特徵 是因為宗教改革裏面 一些unintended consequence 是一些無意中的後果 不是他們特地搞的 即使是有無意中引致 或者促進了這些東西都好 也都不是說 宗教改革是唯一的因素 因為歷史裏面的東西 就是有很多因素 可能有一些政治、經濟 甚至軍事等的因素 是促成了那些東西 但是呢 只不過是宗教改革 可能是推了一把而已 第一樣東西 是剛才提過的所謂的主體性 在馬丁道德在1521年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被天主教 定了他做儀端 好像已經把他開除出教 或者叫做絕佛 那時候那個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 在一個叫慾牧師的地方 在Worms的地方 是履行一次的會議 即是說皇帝召了一個議會 然後就要求路德在當中 陳明他的立場 以及要求他放棄他所持有的錯誤的立場 因為當時路德的一些思想 一些的想法 是被視為異端的 那路德說什麼呢 就是他講了這些說話 就是除非我被聖經 或者顯靈的理性 所說服的話 我的良心是被上帝的話語約束的 我不能也都不會放棄任何事情 因為違背良心 是既不正確也不安全的 我在這裡用了這些客體詞 去表明他去提出抗辯 或者他不願意去屈服的那三個東西 那三個要素就是聖經 理性和良心 或者叫良知 這三個東西對路德來說 都是相當之重要的 聖經當然是客觀的 有文字在這裡 但是到頭來 你可以說宗教改革的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聖經不再由某一個教會 壟斷了他的解釋權 到頭來每一個有信仰的人 其實都可以解釋聖經 所以反而在歷史上 我們說和現代社會文化的關係 就是後面那兩件事 就是強調理性的重要性和良心的重要性 就是說你過得了我的理性和良心 我才願意考慮放棄我的立場 但是你肯押我 那時候只想押他 就是找到教會權威 找到當時政治的權威去押他 你快點放棄你的立場 但是他是屈服的 那個原因就是這個 這個當然一個人 影哀得這麼大 但是你可以說他是 作為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代表 在他之前當然有其他的人 都是不肯立服的立場 也都之後都有 但是這種動用 他更加說得很清楚 是他基於什麼不同 就是基於理性和良心 而理性和良心 對聖經那種了解的時候 他覺得他自己沒錯的 所以他放棄他的立場 這種的改變其實呢 是由一個客觀外在權威 例如教皇的權威 教會的權威 轉變成為一個內在的那種權威 就是我的理性和良心 而這一個就是 你可以說突顯了那種自主 和這個主體性的一個很有代表性的東西 這一句這樣的說話 有些書就將它簡化成為 這是我的立場 如果路德只是說這些說話 寫著我的立場 你就會覺得他只不過是 你有你的立場 我沒有你的立場 其實沒什麼特別 每天都會說自己的立場 宣傳自己的立場 但是路德其實不是這樣的 這句所謂 這是我的立場 後來的人可能將他 撮耀了他 或者將意思這樣說出來 但是沒有辦法表達到 他原本所說的那句話 他不是說 你要我放棄我的想法 不行 或者是我的立場 他不斷不講道理 他只是講道理 你麻煩你用理性說服我 你亦都是讓我的良知 能夠掃除我的良心 如果我過不了理性 過不了良心 我對聖經的了解 過不了的話 我怎麼都不會放棄的了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種看法 而路德本身的神學 是非常之重視 人和神的 人和上帝的 那個直接的關係 這個也可以說 是基督教和天主教 一個很不同的地方 天主教覺得 除了這個 人與上主的關係 是需要通過教會的 作為中介 教會就是 上主恩寵的一個 如果我這樣說 如果有天主教的朋友 不好意思 我很介意 我不講笑 我這樣比喻 就是天主教會 在地上的恩寵 上主恩寵的鐵主教會 是上主恩寵 在地上的總代理 你不可能 不透過總代理去拿貨 當然是水貨 路德本就是水貨 但是路德就是直銷的 他覺得 需要通過一個地上的總代理 你地上總代理 你都有很多問題 而事實上沒有理由 不可以直接找那個工業商 為何要透過總代理 這個比喻不是很好 不過希望大家 聖神一點點 這樣說 但是這個 這個比喻是說什麼呢 就是 路德強調的 那個宗教信仰 是不需要必然地 或者不是不必然地 那個教會的重要性 是這麼厲害的 不是說路德不重視教會那個 那個重要性 跟天主教對教會的重要性 看起來 是明顯是少了很多 這個都是說 就是說我個體 是直接去面對上帝 我自己對他account的 而另外 就是剛才說過 那個社會分化和世俗化 這個又是跟路德的 的 的思想有關 其實路德是越來越 就是 因為現在五百周年 很多時候要看回那些東西 原來他真的 那些思想 在影響今天很厲害 那麼 這個是其中一個 影響得很厲害的一種能法 對路德來說 這個世界是有兩個角度的 這兩個角度 就是上帝去管治世界的兩族方式 就是一個方式叫做靈性的方式 就是一個角度 這個角度的意思 基本上是說管治多於一個什麼地方 另外一個是一個世俗的角度 或者是世俗的管治方式 那麼他就說 其實呢 這個上帝呢 是通過這兩種方式 或者用他的比喻是兩隻手 左右兩隻手去管治這個世界 而呢 透過他的管治去對抗第三個角度 你可以說 第三個就是魔鬼的角度 就是說什麼呢 對於他來說 世界不是壞的 世界不是敵對 和所謂教會 和宿靈那些敵對 這個要搞清楚 路德覺得 那個世俗的角度呢 都是屬於上帝的 不過呢 那個管治的方式不同 靈性的角度呢 靈性方面的管治呢 透過恩典 透過福音 透過慈愛 你可以想像就是 理想的教會 應該是這樣的 而世俗的角度 就是一般我們說公民社會 就是政治社會 就是這樣 這樣呢 是需要透過法律 理性和刑法作為原則的 就是他覺得呢 如果沒有了這些事情 那就是世界大亂的了 這樣呢 就會變成無政府狀態 就是很恐怖的 因為路德也好 其他委教者 都是強調 人人都是犯了罪的 有罪的人 本身呢 是會做一些壞事的 那如果沒有一個政府 透過法律 透過他的懲罰 去限制 控制 打擊那些犯罪的事情呢 那這個社會 就很恐怖了 就是 人呢 不得到保障 所以他對政府的作用呢 是覺得是用來鎮壓一些罪惡的 法律呢 是用來去打擊一些罪惡的 所以是有用的 而上帝正正透過這樣呢 可以是維持著世界那種的秩序 而呢 亦上帝透過恩典 透過福音呢 去管治世界 這兩個角度呢 其實呢 是同時都是為上帝福報的 那 他有時候這樣說的 就是 靈性的管治方式呢 是在說內心的 即是說呢 靈性那裡是在說我們的內心呢 是被耶穌基督結證了這樣 以致我們能夠可以去 好好地去選擇事物 而 靈性這種方式 靈性的角度呢 並不是涉及這個 或者不是直接處理有關於外在的行動 或者呢 是這個物質世界的那些事情 就是這樣分 變成呢 一個是內心 一個呢 就是在說外在的事情 但是無論怎樣都好呢 他是在說兩個 就是兩個角度 或者兩個的領域 或者兩個的管治方式呢 是各自有各自的法則 互不從屬 亦都不應混淆的 就是這裡舉個例子 你不可以拿 世俗的原則去管理那些靈性的事情 但是同樣道理 你不可以拿 靈性的原則去管治 就是世俗的事務 明白我講什麼 就是說 舉個例子 假設有個地方 很多 打架劫社的 殺人放火的事情 你不可能 就是周圍領導者 而那個人是基督徒 他不可能就說 既然我是基督徒 我應該是 我仁如己 那些打架劫社的都是人 他們都有家人 那我不應該是 那麽嚴格 那應該放在一面 給他多些恩典 多些關心 慈愛等等 這樣呢 對路德來說 如果有個這樣的統治者 他負責政治上面的統治 或者他就是保安局局長 才算 他如果一個這樣的人 或者警察 警務處長 他是基督徒 他又覺得 我不應該太嚴重 這樣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就是世界大怨 因為那些人 就說 原來政府 這麽仁慈的 所以 我多打劫社幾次 都是很輕的 或者都沒事的 對路德來說 是不行的 所以 作為一個基督徒 他是需要 去愛人如己等等 但是他作為一個統治者 他就是需要嚴刑進法的 再舉一個更極端的例子 路德會獲得 例如如果你是一個軍人 又是基督徒 那怎麼辦呢 嘩 那個內心就有很多掙扎 作為基督徒 應該跟回聖經的原則 就是不可殺人的 但是作為軍人 不殺人的軍人 有沒有這些東西的 我沒聽過 比較少 當然你說有的 但是你當是有一個非常強悍的一個外敵 在攻擊我們自己的國家 那他進來當然不能夠量 你為了去保家衛國的時候 作為軍人 你一定要殺敵 你不可能說 你勸一下你 你也不要誤囊 留守下留情 等等 所以路德就會說 如果你是作為基督徒 那你就不會殺人 但是如果你作為軍人 你是必須奮勇殺敵 否則你是違反了上帝的旨意 一個基督徒不殺 不是奮勇殺敵的基督徒軍人 是違反上帝旨意 這種我們平時很難理解 就覺得基督徒也是包容大愛 但是對路德來說 他不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他覺得你在那個位置裡 就要做那個位置的要求 為什麼 因為那個位置本身 是有他自己的原則 因為那個是俗世的 那個管治的方式 所以應該跟那個方式去做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 不可以用靈性的原則 去管理世俗的事物 其中一個 一些例子 當他這麼說的時候 他其實是 做著一件很 很劃時代的事情 就是可以這麼說 由宗教改革開始 人 特別是最初的時候在歐洲 在文化生活裡面的各個領域 例如科學 文士節 藝術音樂等等 這些領域 開始去撤離了 不再受制於宗教 而得以發展 如果說我不懂 你現在劃分 比如說音樂史 對宗教改革的時間 如果 Johannsbettian 他仍然都是作一些音樂 是為教會而作的 但接下來 你去到貝多芬 再後來的其他的音樂家 他們基本上 不是主要為教會服務的 這個就是 因為為什麼 因為音樂這個領域 已經是 不再需要 是從屬於教會 或者宗教 開始來行一個 獨立而成的 一個這樣的 自主原則的運作 除此之外 還有很多科學的研究等等 不需要每次都問教會 這樣想 正正不是 有哥伯利有加理良的例子 就發覺 原來當時教會禁制的東西 科學家發現了 或者他們研究所得 不是這樣的時候 就應該跟什麼 跟科學的原則 這個 你可以說間接促成了 現代世界的一種很大的特色 就是各個領域 可以自己發展 是不再需要 受制於任何的宗教 這個神學思想 所謂兩個角度論 影響很深遠 我好像說得快快 說完這個世俗性 另外一個 跟世俗化 或者世俗性有關的 就是 這個直接是 宗教改革 直接帶 不需要神學 直接宗教改革 在社會裡已經帶來這件事 就是怎樣呢 什麼叫世俗化 世俗化就是 宗教在社會和文化裡的 支配逐漸降低 這個叫世俗化 我剛才舉個例子 就是 什麼叫世俗化 原來的音樂藝術 不需要一定是畫一些畫 是說馬利亞 或者說耶穌 作那些曲 也不需要為教會的 崇拜而作的 這個是一個世俗化的表證 教育裡的方式 是不需要為了訓練 一些修士去教的 總之你是可以獨立地去研究科學等等 各方面 這些叫世俗化 世俗化是社會和文化 越來越不受宗教的支配 很明顯在宗教改革就是帶來這件事 當時那個天主教會之前 幾乎所有東西都包含了 藝術有關他事 大學教育有關他事 甚至經濟生產都關他事 因為那些修院等等 是有經濟生產的 但是 當 宗教改革出現的時間 就是天主教那個籠劣地位 就失去了的時候 他不再能夠 有一個單一的教會 可以說 你畫畫也要這樣畫 你作的曲一定要這樣 那就已經是少了這種資配 好了 當主教失去了壟亂地位的時候 基督教的各個中派就湧現了 湧現了 出現什麼呢 就是互相競爭的一個狀況 當出現互相競爭的時間 信徒就要面對一個多元的處境 以前來說 一刪出來 就應該是 from cradle to grave 從寶寶床到墳墓 都是在同一個教會 也沒有說不是的 如果不是的時候 他們覺得會落地獄 因為離開了在地上的恩寵 天主恩寵的代表 眾代理 你便沒有辦法了 就是落下去的了 但是 宗教改革帶來的那種多元的情況 就不是了 而是 我需要在某一個教會 我不是一定是天主教 我可以去信義會 我可以去改革中的教會 當這種選擇的可能性出現的時候 宗教就不再是一種 怎麼說 一生出來就是的東西 或者是社會上面 好像是不正自明 是理所當然的東西 到頭來 那些人要選 選的時候 就根據一些社會學家所說 這樣就帶來了宗教的私人化 其實宗教一直以來 自古以來 現在很喜歡這個字 自古以來 宗教都不是一個私人的東西 是近代或者現代 才有一些人 才刻意將宗教 限在私人的東西 即是說 現在尤其是 很喜歡說 一想起宗教說什麼 心靈 心理 是吧 就是我們會想這些 但是宗教基本上 不只是這些東西 或者這些東西 肯定不是宗教最重要的東西 哪裏只是說心靈 但是 在現代的世界 就很有這個趨勢 就是因為你要選擇 選擇的時候 宗教就變成我個人的選擇 成為了 是我自己的 即是說得什麼 就是lifestyle的一部分 即是宗教好像是 我喜歡選哪一隻的 例如我拍照 我選哪一隻牌子的相機 我選擇而已 你選擇 你選擇 我選擇 我選擇 這種變成很私人的東西 就不是說 哪一件事好不能說 我喜歡這種 我喜歡這個色水美 你又喜歡這種色水 沒問題 宗教變成一種這樣的狀況 進一步帶來世俗化 為什麼呢 因為那件事 只不過是我私人有興趣 我有興趣這個教 我便有這件事 你又尊重我 你又不要搞我 我不要搞你 這個是一個世俗的一種表現 即是說 宗教搞來搞去 只是在無個人的層面有關 在整個社會 整個文化 其實是好邊緣的 即是 舉個例 你讀 七職朋友 如果有個人告訴你 我讀宗教 你都可能覺得不是吧 即使近一點 而你自己的子女 他選擇大學的時候 不如選擇 考慮一下宗教 你都可能走在眉頭 嘩 怎麼選這種東西 好像覺得他選擇 撈片門 為什麼 因為宗教 好像在現代社會 覺得不重要 根本是很邊緣的東西 是一些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興趣 但以前不是這樣 為什麼有這種感覺 因為世俗化 或者世俗性的結果 我相信宗教就是 這些東西都是無謂的 神學更慘 尤其是做牧師那些都不一樣 但如果不是 我純粹有興趣 我們 你有沒有想 歪了 有什麼事 有什麼謎 要搞到讀神學 聽過這些 因為什麼 因為世俗化 上面剛才說的兩個角度 和宗教的帶來世俗性 有沒有一些 你覺得是 不知道沒有什麼 或者不明白我講什麼的事情 可能深深地是 如果有兩個角度 那裡 瑪莉的想法 是有很多的力量 應該是在一個聖經裡面 她有根據她 所引述出來的 例如說 她在一個傳播 在裡面看到 聖經裡面的一些 張子 或者一些人上 說她有一個 世俗的 屬名的角度 都聽得好 問得非常之好 我是簡單來說 不是很 未能夠即時回答 因為都要看回一些 就是找回一些書 我懷疑她這個共略講法 如果你說說聖經基礎 就是來自羅馬書十三章 那裡所講 就是在上掌權的 就是她的權兵 是來自上帝的 所以掌權者是需要 有個責任去上線分枉等等 因為掌權者 就成為上主的魔人 這個 所以就是說 上主透過掌權者 去管治這個世界 這個是有些理由的 我要找回 是不是真的這樣說 才行 希望有機會可以回覆你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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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藥所 幹 鋸嶺 停車搖起 那個時候 那個士兵是 在美國島 的 宣布那個 教育也不全 是 最後呢 新人的時候成功 夠了差你的 那個士兵 考慮本人 其實 當然 我說什麼 其實 我覺得 說這些話 好像 這個故事有些 有些 例如 有些 可能大家知道 是不同的 不同的 情境 是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但你真的沒有看過 不過我嘗試這樣想 基本上 路德這樣的說法 是其中一種的立場 對於這些問題的處理 有很多不同的立場 另外一種立場 就是我剛才提過的 重洗派 Anabaptist 的立場 重洗派的立場 基本上 是絕對的和平主義 所以 就不會 去殺人 那你說打仗 他就是不當兵 不當兵都可以 是啊 不當兵 大敵當前 如果有一班人 他是基於信仰的理由 拒絕當兵的時候 一般人會當他什麼 買國賊 人家大敵當前 我們都不太夠人打 現在 進來的士兵 敵人會奸人倒楞 你不保家為國 你還說 不關我的事 我不做這些事 我們信仰不能殺人 你不是吧 沒事吧 所以 重洗派 在當時來說 是受到 所謂 主流的基督教 的教會 排擠 甚至 很殘酷的對待 因為覺得他們是信仰上面 異端 實際上在政治的參與 都是非常之危險的 這個是後話 我很懷疑 那套戲 如果有人這樣說 我是不想當兵等等 這個是有重洗派這種 那種精神 而路德是不同意的 他覺得他們不對 基督教的特色 就是在這些倫理課題裡 是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那才麻煩 所以你說基督徒一定是怎樣 基督教一定是怎樣 我夠敢說 你凡親這樣說的時候 一定是錯的 因為一定不會只有一種說法 基督教一定是反對某件事 或者是正贊成某件事 就是這個宗教規格 帶來一個很 講得好聽 就是很多元化 百花齊放 講得不好聽 就是一個很混亂的狀況 我繼續下去 接著 要講一件事 就是經濟 經濟的時候 這個可能更多人去看過 或者聽過 就是講 基督新教 基督教 Protestant 和資本主義的關係 最出名的那本書 就是這本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這本書 Max Weber 作為一個 19世紀 20世紀初的社會學家 是其中一個現代社會學的秘組 他引用過一些例子 是說 其實為何基督新教 基督教 Protestant 會和資本主義的發展 是有關 又要講清楚 他不是說 偉伯從來不是說 基督教導致資本主義 有人不知為何會有這樣的印象 他會說 是資本主義 因為他會說 基督教導致資本主義 或者基督教是帶來資本主義 偉伯不是這樣說 偉伯其實是說 另一個說法 其實是這麼巧 是一種選擇上的親和性 是這麼巧 因為剛剛好 基督教的一些倫理的觀念 一種工作的方式 和資本主義最初發展 所需要的一些社會條件 是吻合的 所以一拍即合 所以就好像 好像氧氣和燃料 例如汽油 合在一起 很容易燃燒 背後 和基督教有什麼關係呢 和基督教有兩方面有關 第一方面 和道德有關 有關的事情 很多事情都和他有關 所以他的影響力 真的 現在才以為是這麼厲害 他的影響 不只是德國 是影響全世界 到今天也是受他的影響 道德其中一個說法 就是他由於 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應該有關係 因為上帝透過兩個角度 去管治世界 那就是說什麼呢 對路德來說 其實這個世界 這個所謂俗世 其實都很實性 因為都是上帝的 直接參與的領域 路德也很清楚打破了 在中世紀以來 那種聖族異分的世界觀 在中世紀以來 那種聖族異分的世界觀 在中世紀以來 那種聖族異分的世界觀 在中世紀以來 那種聖族 那種聖族異分的 是不同級別的 聖的那些是高級一點的 族的那些是低級一點的 路德呢 就不是這麼想的 哪有分高級低級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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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在世紀裡面去 可能就來報電了 在世紀裡面去認真地去做你的事的時候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一種 侍奉上帝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 當然你可以做神父那種方式 侍奉上帝 但也可以透過其他方式 包括投入商業活動 都是可以侍奉上帝 因為所謂的俗世工作 其實不是真的這麼俗的 你的所謂俗世工作 做生意也好 做農夫也好等等 都是可以透過這些 的崗位去侍奉上帝 路德的概念就是叫做 呼召 或者叫做召命 calling 英文 另外一個說法就是vocation 今天我們在香港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是職業訓練局 vocation 就被人想起是職業 甚至是賺錢 但vocation這個字本身是宗教意味 因為那是聖趙來的 那是上主 呼召他 去做的工作 所以帶著一個神聖的朝命去做 vocation 原本是這個意思 不是那種 找一份東西做 學一些技能 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是路德帶來的一個很重要的 一種想法 是打破了聖族二分的世界觀 從此 我 講得誇張一點點 我去做神父牧師 也是這麼神聖 我走出去 炒股票也是很神聖 除非我作奸犯科 否則的話 我也是透過這些方式去侍奉上帝 炒股票不是路德說的 我明明誇張一點點 那時候沒有故事 另外路德這樣說也未算 加爾文和接受加爾文思想的清教徒 那種帶來的影響更加大 加爾文基本上覺得人生是為了侍奉上帝 為了榮耀上帝 你榮耀上帝 包括什麼呢 包括透過你的工作 所以那些加爾文派的信徒 是很努力工作的 因為工作不是只是 賺錢 怎樣呢 不做就不行 也要賺錢 也要養家 不是那種想法 更加不是 勃命幹什麼 打一份公傘 不是啊 什麼打一份公傘 我是透過這件事去榮耀上帝 你老闆那些可能很難服侍 但是我的目的不是服侍老闆 我到最終極的目的 是服侍那個在天上的老闆 地上的老闆 可能很恐怖 變態也好 但是天上那個 是萬皇之王 萬主之主 我去能夠服侍他 這個是很好的一個機會 所以不用努力地去做 為了要榮耀上帝 好了 加爾文有一種的說法 就是說 他覺得 或者他相信 人的得救 最終不是人去選出來的 為什麼 其實路德那裡已經開始說 因為恩信清義 因為人的得救 是完全跟人的任何善行功德 是沒有關係的 這個是基督教 在當時非常強調的一點 但是事實上 其實跟天主教 不是完全兩件事 現在還有一些的說法 聲稱天主教是靠行為功德得救 這個是錯誤的 天主教官方的說法 一直都不是這樣說 都是靠恩典得救 不過行為是需要匯合回應 但不是代表你靠行為就得救了 如果在做作當中還有這種想法 就完了有機會跟你聊天 因為這個是很普遍的想法 就是在基督教的圈子裡 流傳一種說法 就是天主教不跟聖經 聖經明明說恩信清義 他們不是的 他們說天主教是靠行為就可以得救 做好人好事就行 不是這樣一回事 無論什麼教 即是天主也好 基督教也好 都是說人的得救 因為是恩典 好了 當說恩典的時候 天主教還會說人的回應 積極的參與等等 但是基督教 由路德開始已經說 不是人的參與是毫無作用的 人你怎麼做得好 都沒有用 因為人那種的罪等等 你唯有完全全白白的靠上帝 你是純粹被動地去接受這個恩典 好了 然後再說下去 變成什麼呢 就是說 其實從頭來 從這個邏輯一直說下去 所有人得到救恩 跟什麼有關 跟那個人其實沒有關係 不是因為他做得好 不是因為他行事 不是因為他有好的內心 正直等等 完全沒有關係 因為看這些東西 那你會靠行為 靠人的力量去得救 人不是這些東西 那我唯有靠什麼呢 靠上主的原因 就是上帝是人得救的唯一原因 這個明白這個邏輯 因為完全不是靠人 人的人不能夠影響他得救的 因為他根本做極都做不好的 所以根本做不到什麼善行 令到上主說你都幾好 我就情理上是 沒有這回事 完全是因為上主的白白的恩典 那如果這樣說的時候 人的得救是完全不是因為人 是因為神 因為上主 那說一說的時候 就要出現一個說法 就是 其實那個人到頭來 他得不得救呢 是因為上帝 在永恆當中已經定了 他跟他在世界上 他做了多少好東西 壞東西 沒有關係 那個邏輯是這樣說的 這樣說的時候 所以得出來的一個 是叫做 預定論 Predestination 就是說 那個人得不得救 他的終極命運 其實是上帝已經定下來了 他簡選了一些人得救 加爾文再說一句 就是他簡選了一些人得救 所以他也同時 令到永恆當中 已經拒絕了一些人 去接受救恩 即是有些人 即是有些人 是上帝 簡選了他已經得救 而有些人 是上帝 拒絕他得救 即是叫他 你不用想 你做幾好 都是學拍片的 這樣 這樣 好了 這是很複雜的問題 即是講親都下不了課 所以不要問 即是你雜事先說 好了 關鍵是什麼呢 就是對於加爾文來說 你得不得救 是你不知道的 因為那個上帝 這麼高 這麼大 這麼超越 所以人是無法知道 上帝的東西 因為人根本是堕落犯罪 沒理由會知道 這麼聖結 這麼超越的上帝 所以幸好是這件事 就是原來不知道 因為你知的話 會不得的 我都不得的 我去墾地獄 我殺人放火 殺多幾個 或者做多些壞事 都是這樣的結果 是吧 或者我都得了 得了 我也是可以很不得的 我又是可以殺人放火 或者這樣 幸好他那套思想 就說你不知道的 不知是怎樣 他其實就叫你做什麼 你不如完全全地去交託 仰望 你不要想太多 你將來的東西 因為一切的東西 都不是你能夠控制的 那其實說下去 也說得通 他的意思其實是這件事 就是說 你做人不要那麼哩哩 戀戀戀戀死吧 我不會落地獄 你根本 就不會因為做了某件事 會令到你落地獄 做了某件事 令到你上天堂 根本就不關這些事 到頭來都是 上帝在永恆當中 已經定下來 那你無謂 那麼閉毅 可以比較開放心懷 去活好你的人生 按照計 可以帶來這樣的結果 好了 但是一般人 可以不可以 如果現在的現代人 就覺得沒所謂 將來的事 將來才算 但是那時候的人 可以不可以 很緊要的 因為現世 沒什麼被他 沒機打 沒什麼 他當然盼望著 將來的福樂 上天堂 很緊要的 你做什麼都不知道 甚至 我洗禮花 他說 有型的教會 你看到那些 是洗禮的 不過 不是代表 人們可以的 裡面有人不可以的 真基督徒 有些真的被選擇 那些才是 那些是上帝才知道的 即是 坐在教會 跟你一起坐 一起很努力地 唱詩歌 等等 參與那些人 旁邊可能 有一個可以 你不可以 倒轉就是 可能你可以 他不可以 但是 當時的人覺得 沒有理由不知道 一定有些方法 其中有些人 他想了一種方法 這個不是嘉義文的說法 不是一些正統的 實學的說法 因為根本 嘉義文就不會這麼說 如果那些人就會想 那是 不知道 不過 舉個例子 如果我 很努力工作 我很努力工作 又得到很好的 例如 我種田 這樣才算 我到田 我又很努力 他又很努力 我很努力的時候 有三四倍多過他的收益 送出來的麥 又漂亮 他就不行了 各位 有沒有理由是上帝 不是選我 是選他 沒有理由 我做得好地地 順風順水 有兒有女 各方面都好 看怕都是上帝 喜歡我 喜歡我 看怕就是喜歡我 所以選上上上天堂 那個 他很努力 又說害床 又說 又日久失修 又欠債 又什麼 看怕上帝都不是喜歡他 所以 到頭來 這些想法 不如透過這些我努力去做些事情 然後看看有沒有印證 就是 是不是可以間接地猜想到 我是不是被上帝命令當中 榮行當中 簡船做報告 所以有些人 他們就很努力特別 辛勤工作 本身辛勤工作 因為工作不是為了我服侍我老闆 是為了服侍天上的老闆 所以我已經很拼命 然後再加上這種不是很正統的 但有日之常性的想法 很想知道我是不是 所以更加薄命工作 而這班清教徒 清教徒是什麼 清教徒是一班 他們是不妥當時的英國國教聖工會 的一些神學立場 不過他們又不是走出來的 但總之他們覺得 當時的聖工會有很多事情 不足夠或者做得不好等等 而他們有一個特色就是 清教徒是努力工作之餘 是不主張要享受的 我們平時在香港 你好好做到六七點 七八點 或者十點才下班 你都很想 拿下假去旅行 喝飲食吃吃之類 然後又熬過了 我們一般正常 我們覺得辛苦 找來自在吃 當然應該享受一下 這些不是有罪的 那些人真的覺得有罪 即是有罪 即是覺得 為何享受呢 不應該這樣 應該不斷地很努力工作 當然他的努力 也不是香港變態 所以他未有那種感覺 香港變態 老闆不走 你不走 那種 是拼命 而這些又叫做施生精神 不知道為什麼 不要說這些 那些 那些清教徒 他們很努力工作 很想榮耀上帝 又很想在乍家衣之下 是不是我被選選那個 但是他們又不享受 那是什麼呢 努力工作 你無論做什麼都好 努力工作當然是從事經濟生產 譬如我養牛也好 種菜也好 什麼也好 或者做生意也好 好了 帶來的是什麼 我有收入 是不是 有收入 好了 但是我又不充足消費 因為我不享受 不享受 通常要消費 買一間大木 建一間什麼 等等 或者我現在來說 可能我就去坐遊船 遊船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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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做這些 我覺得這些是不對的 就是 基督徒不做這些 啊 響什麼時候 你不斷地努力做事 又不消費 不斷地努力賺錢 不消費 那是什麼 就是正值賣很多錢 是不是 好了 那帶來的是什麼 呢 資本主義需要什麼 需要資本 是不是 資本主義的特色就是 我有一大筆錢 我可以投資 然後我可以 就是透過這個投資 賺到的錢 我繼續投資 錢賺錢 嘛 資本主義就是這種特色 馬克思都說 就是那個是 用貨幣來買這個商品 然後又商品 又換回貨幣 這些錢賺錢 是資本主義的特色 錢在哪裏 用我們現在的說話 那第一桶金在哪裏呢 就是這些 你可以說傻人 就是 他又是努力做事 又不消費的 這些人 就是他們這樣的做法 正正是配合到資本主義 啟動所需要的 所需要的 必須的要素 那這個呢 就是偉白所說 為什麼 就是他做一些 所謂社會學的 歷史的研究 就是為什麼 資本主義發展得 最好的地方 正正是這一班 就是 首先 基督教那邊 是比天主教那邊的社會 然後呢 基督教裡面 為什麼是那些 加爾文派那些 裏面的清教徒 是特別好的呢 那他就 講了這些原因 這個也是 可以說 正正是和這個 宗教教有關 因為沒有宗教教 沒有了這些 加爾文派 清教徒等 所以 資本主義是否有關 是有關 不過呢 就不可以這麼單純地說 就是 基督教導致了資本主義 也更加不是說 基督教教義是支持資本主義 基本上 很多的 這些 教會的領袖 和神皇家 基本上 是主張那種 不斷增長 賺錢 那些 根本他們不是這麼想的 所以如果 今天 加爾文復活 就是 研究一下 這個世界 變成怎樣的時候 我想他一定 心臟病發 變成這樣 我的思想 變成這樣 這樣 這個是 這個 和資本主義有關 這個 也是 基督教和 宗教改革 和我們現代社會 很重要的關係 好了 之前 我講這個 可能都需要稍微 停一停 究竟 明不明白我講什麼 那個關係在哪裏 明就行 那我就好 有沒有問題 不需要介意 我後面那些 不講都可以 其實我會講的 不過 飛飛飛快些 好 入口水 好 入口水 好 有個問題 好 即是他們 有工作 暫時 當然有 不消費 是 他們的資金 是否 去投資 還是捐錢 他們不是打算捐錢 即是 加爾文和清教股 他們我不太知道 但是他們 是 繼續 拿來用的 用在那個 經濟生產裏面 而那時 開始已經有一些 類似叫做 重商主義 等等的東西的時候 開始是真的有機會 給他們搞投資的 那這種 那樣的東西 所以就 配合了資本主義 那種起動 即是他不是說 我賺了一百 得錢就捐給教會 教會 就買多幾個 填 不是那種 為什麼不是 我不太明白 或者相比起來 有另外一個中派 他們就覺得 應該多些捐錢 就是 巡道衛利中 Methodes Methodes 就是 創始人 叫John Wesley 他就說 你努力 賺錢 努力儲蓄 第三 努力去奉獻 或者分享 就是說 Methodes 不留錢 不剩錢 不剩錢 就支持不到資本主義 那這個 還有 讓大家想想這個問題 我也想想這個問題 就是 究竟偉伯這樣描述 即是說 基督新教那邊 是 資本主義 和資本主義的關係密切些 而天主教很密切 是不是這樣的呢 那我呢 可能不是很好的例子 不過 大家如果搞金融 或者對經濟熟悉的話 之前幾年 不是有些歐珠 幾多國 五國 六國 對不對 數不數都給我聽 是甚麼國家 來的 愛爾蘭 愛爾蘭 歐珠 為甚麼叫歐珠 是P-I-G-S P-I-I-G-S 我猜一下 P就是葡萄牙 葡萄牙 一個I就是愛爾蘭 另一個I就是 冰島 不是意大利 OK 冰島 然後呢 G就是 希臘 然後呢 西班牙 西班牙 這幾個國家 是甚麼宗教會境 不是所有 不是所有 希臘呢 是東正教的 OK 而呢 Island 冰島 應該是基督教的 但如果你是Iterley 又不一樣 如果是Iterley 就是天主教 我懷疑好像是Iterley 也有份的 那個I根是Iterley 還是Island 兩個國家都試過 搞得不好 這個簡單的例子 會是表達的 就是 其實那種宗教的思想 其實影響著 那些人的工作態度 和整個社會的工作文化 我覺得是有少許的影響 或者不是少許的 而當然 這個是不是跟宗教有關呢 都值得問一個問題 我在五月的時候 根據一個教會 不同教會中派的代表 一起去過一些 和宗教改革有關的地方 所以那張照片 就是不拍的 其中一個地方 當然是德國 另外就是意大利 真的有不同的 德國呢 吃晚餐 很簡單的 一個熱盤 然後其他的冷盤 你自己收拾麵包 這樣就吃一頓 所以通常在德國 吃一頓晚餐 就是 九個字筆都吃光 你吃不完 因為 多東西 其實那些東西都吃光了 去到意大利 就不是了 意大利 吃一頓 一個小時是吃不完 可能他遇到兩個小時 就慢慢吃 根本就不是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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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慢欣賞 而聽聞呢 西班牙呢 都是這樣 很懂得享受人心的 即是他下午 不知四五點 就睡覺之後 才可以做一下 然後呢 就放棄 放棄之後 很夜線吃晚飯的 而吃晚飯的時候 很悠閒的 不是說 吃吃吃吃 即是我們平常說 六個麵 那就算了 即是撿飽的肚 甚麼撿飽的肚 慢慢加些橄欖油 對不對 這些又不知加些甚麼香料 慢慢欣賞一下那些味道 同樣 那 我不知道究竟 這個究竟是 是 因為 一邊是天主教的因素 一邊是基督生教的因素 還是本身倒轉 本身就是 天主教的地方 這麼巧就是 那班比較喜歡享受人生的 那種的想法 就是所謂 Romantic Culture 然後呢 在歐洲北部多些那邊 或者是德國、荷蘭那些 就是那些比較 不是很懂得享受人生 就是講求教律那些 是不是這樣呢 這是我很想問的問題 可能都有些研究 不過未查到 這個究竟 宗教和經濟的關係是怎樣 跟那個Style 其實都應該有關 你走去 如果大家當中有基督徒的話 你會看到有些 天主教那些 搞聚會 比較靜一點 比較 沒有那麼急躁 天主教的神父說話都慢一點 基督教不是的 基督教說 很多事情做 你做這件事 最好再做多些事情 就是很多計劃 很多事情做 所以就忙碌很多 這個 是不是跟這個 神學有關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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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 那些是天主教的 對 剛才說 不太對 好 多謝 事實上也應該有很多因素 不會肯定 尤其是現在 不會只是宗教原因 做為一個重要的 不過 讓大家想多些 想多些事情 好 那 跟著 剛才說經濟 現在開始 跟正詞 那些多些關係 那些是甚麼來的呢 就是 講的 良心自由 言論自由 在現在的社會來講 好像已經是 應該是這樣的 但是 你可以說 最初的時間 是由這一班人 就是 有關的 未必是他們爭取回來 但是 間接地 跟這一班 所謂 宗教改革之後 出現了一班 Protestan 是有關係的 例如 路德那種說法 他將它分成兩個 角度 是不是 那個 頭一個 靈性的角度 是講內心的 就是說 就是說 什麼 就是說 間接來說 那個政府 那個世俗的角度 其實是管不了內心的 東西 因為那些是甚麼 那些屬於靈性的片 政府就是管那些 物質 管那些法律 那些東西 但是內心 良心 那些東西 信仰那些東西 就不到政府去管的 這樣 就已經是一個 很多時候 人出來 就是說 沒錯 我政府 你有一定的權力 不過呢 你要我去信 譬如說 政府要求你 信某個國家 這樣才算 那我就不接受 你明白嗎 那個 argument就是為甚麼 就是因為 你政府 是有這樣的權力 也是 這個權力來自上帝的 不過 你的權力 是去到一個地步 只是在外在的東西 你不能去影響 管治 決定我內心應該信甚麼 我內心喜歡信甚麼 不關你的事 這是我和上帝的關係 不是你要去負責決定的 這個是一個 可以說是爭取 開拓著一種 我們重視良心自由 的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神學上面 信仰上面的理據 當然那時候不清楚 也都呢 講這些話的人 每個人都有些關係 是甚麼呢 參與在一些 迫害異己的行動當中 當時來說 是覺得 你不同意我的意見 不是說有你 大家談談 甚麼 不同意見 就是一個是真理 一個是異端 一個是真 一個是假 假的 在當時的環境當中 就要將它消滅 所以當時 那些真是被視為異端的 那些 那個警況是很慘的 即是燒輸 燒光 甚麼都 搞到你 是很慘 甚至 要殺死你 甚至殺死的方式 是很慘的 即是死都不夠 還要死得很慘 這個 這個是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說 我們說一些話 就算沒事的 當然不是 遲下 可能說話有話 但基本上 我們不會說 派個帕 我今天說完之後 馬上出來被人抓了 然後打破他 即是不會 那麼恐怖 但當時真的 那麼恐怖 如果說了某些話 被視為異端邪說的話 那時候沒有打破 不過可能是吊頸 燒他 即是這樣 路德這種 你可以說 那種兩個角度 那種想法方式 是能夠 挖到一個空間出來 就是政府 有些事情不能管 其實是代表甚麼 哇 很厲害 就是原來政府是有個限制的 有些事情不到政府去管 因為這個想法 跟以往一直想法不同 那個皇帝 就是天使 甚麼都可以做的 但原來皇帝 你天使也好 你多厲害也好 有些事情不能做的 就是你不可以 動到我的內心 你不可以理到我的內心 因為你這個事情不到你管 這個是完全我和上帝的關係 這個呢 很厲害 除此之外 還有其他的人 John Milton 應該是路德之後 半個世紀的人 John Locke 更多 一個世紀的人 那這些人 你自己試一下 找找一些 什麼 百科全書等等 你要大概知道 他們 甚麼年代 這樣 但他們 都是不約而同地 是說 要有良心的自由 出版的自由 就是 等等 而那個背景是甚麼 一定要說 那個背景其實是 爭取 一件事 就是宗教上的寬容 因為當時 一直以來 由中世紀開始 就是沒有這個寬容 不是說 你信甚麼都行 甚麼都行 你只可以信真理 你不可以信義端 你只可以信一個對的 即是說 我皇帝要求你 我的此文 就是信這個教 你信另外一個教 或者另外一個派 就已經不對 那時候是這樣想的 那這些人 無論由路德開始 Milton John Locke等等 都是想爭取一件事 就是 你理得我信甚麼 甚麼外容 就是這種 宗教上面的寬容 寬容是一種容忍 即是說 我始終我覺得 我的是真理 你是疑端 不過呢 我都容許你存在 我不會燒死你 不會走去打把 但這已經很重要 即是說 容許那些 持不同意見的人 可以繼續存留在世上 這個很重要 那麼 慢慢慢慢 就是 宗教寬容 慢慢慢慢 擴展到其他方面 即是 看看信念 算不算 是吧 宗教當然那時候 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 爭取因素 亦都因為這樣 你想想 為甚麼那些 在歐洲的人 走去美洲 為甚麼要成立美利 堅合眾國 到頭來 其實都是想爭取一種 良心的自由 宗教的自由 是吧 即是那些甚麼 坐五月花號 為甚麼要坐五月花號 你估 你估去Cruiser 不是的 那時候幾乎是九死一生 那樣 但是他為了那種良心的自由 因為在英國官土 你一定要是 國王定了那些 大概都是聖工會 或者經過國教的那些 信仰才可以接受 你不是的話 你是清教徒 你不行了 你已經是 很有問題的 被人被打壓的了 這樣 即是 你相信事情 不正常 已經有事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覺得 嘩 這裡沒有自由 我寧願找一個 讓我有自由的地方 這樣就去了一個美洲 所以這個 如果你說美洲 美國的成立 是現代的一個很重要的標記 這個又是加多一句 即是 跟宗教改革是有直接關係的 但有些 其實有些事情 又不是純粹因為這些 這些理念的 有些時候 是出了一種 實際的一種 權宜之計 就是什麼呢 舉個例子 那些人本身都有受迫害的經驗 他有受迫害的時候 他就 譬如受迫害的人 就會這樣想 那些人怎麼會這樣說 譬如我以前 路德 都被天主教說容易端 可能當路德 他可以坐正 起碼成為一個 不會被人覺得容易端的一個教派 那如果他 又走去迫害別人的那些 或者這樣說 是我要爭取我的自由 假設我有某教派 我走了出來 我被人說容易端的 那我沒有理由 我走去迫害其他 我覺得是容易端的那些 因為我都受迫害 沒有理由我去迫害其他人 就是不合理的 所以就不如爭取 大家不要因為 宗教信仰的因素 你走去迫害我們 可不可以大家和平共處 這種的膚色 是一個 你因為真的受迫害的時候 你就會這樣叫出來 那 這個是其中一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 就是跟天主教化成界線 因為天主教最初 一直都是總代理 你現在弄了一些水貨客出來 我就打擊你 所以 一直以來 天主教就被基督教那些 就說這些很麻煩 很恐怖 很壓迫 那既然 譬如說 我們這班人 叫做基督新教的人 我經常在那裏 唱他壞話 他們壓迫人 天主教不好 他們不要走去 那沒有理由 他們壓迫人不好 我們到後來 壓迫其他那些 我覺得是容易端的那些 是吧 我要或清解釋 當然 他們壓迫人 因為信仰的因素 就是壓迫人 很壞的 隨便壞人 很壞的 那我沒有理由 我是這樣做的 所以這個也是間接 令到他們 越來越覺得 那個宗教的寬容 或者甚至是說 給你有良心的自由 這件事 是重要的 而這些東西慢慢發展到去 你可以說 今天我們說的 那些人權 自由 其中一件事 良心自由很重要 就是和當時的 外宗教的 之後那種的因素 是很有關係的 好了 那荷蘭那裏 另外的說法 那時候 荷蘭是一個 比較開放的地方 因為當時做生意 做生意 做生意當然是 甚麼人都有 甚麼人都有當然是最好的 意思是 你沒有理由結合欠贊 說得更重 沒有理由 因為你是猶太人 我不跟你做生意 你是異端 我又不跟你做生意 有錢 大家會這樣 這種樣子 比較 你說屎壞 或者是比較 市井一點的想法 就是促成了 荷蘭 就是要很講求 保障不同宗教的人 的良心自由 當時是說 荷蘭 因為它是一個 經濟很發達的地方 原來 經濟發達 是跟 某一些 自由有關 因為當時真的有猶太人 有其他 不同 中派的人 在荷蘭去做生意 那你一定要互相尊重 你不要說 我立個國教 一定是這個教 一定是這個派 其他二端 拉拉索索 那我怎麼做生意 搞不黃的牆 我要令到牆黃的話 即是說 甚麼人種 甚麼人等 想些甚麼 他信甚麼教 我都要包容 我都要接受 這件事又是間接 導致到 或者有利於這種 講良心自由 和言論自由的出現 那麼 民主政體 這個我沒有足夠的時間 做一些研究 所以我講的很少 但是 基督宗教和民主的關係 照計都應該是有相當多的關係 首先 加爾文自己本身 他覺得 那個政府 加爾文和路德的想法 不一樣 路德就好像說 世俗的政府 和這個 靈性的領域 好像是並牌 雖然大家都是屬於上帝 加爾文 就覺得不是平牌 平甚麼牌 當然 世俗的政府 都要符合到 上帝的心意 而上帝的心意 沒有理由得到 有兩種 有時就這樣 有時就這樣 沒理由 所以 加爾文 或者受加爾文影響的 那些 教會領袖 比較傾向於覺得 政府 是有一個積極的責任 是要去實行上帝旨意的 而 教會有責任提醒 那政府 這個 和民主有沒有關係 應該有關係 就是說 政府的責任 是一個好像 奉仁的角色 而 John Knox 都是屬於 加爾文派的一位 在蘇格蘭的 一個教會領袖 他就 很強調 人人平等 平等這件事 都不是真的不平等 不是今天那種意思 不過 他這樣提法的時候 這也是跟所謂民主 有關係 而這群 叫Levelas的人 他們就是 基於 宗教的迫害 他們想爭取宗教的自由 但他也同時提出 是一些 我們今天覺得 就是 爭取民主的東西 例如 希望英國國會 會不會兩年 選一次 法律面子 要人人平等 這些很明顯是 民主 社會 所爭取的東西 而 最後那些點 是說什麼呢 就是 本身有些教會 他那種 內在的管治方式 就是採取一種 民主管治方式 例如 公理會 浸訊會 那種方式 是由會友大會 來做最高決策的機關的 到今天你在香港 找到的浸訊會 找到的公理會 都應該是這樣 當然實際的運作 是不是 真是很民主 或者是 有一些人 始終有些精英 是影響著大局 這些靈體 但起碼制度方面 是由 大多數決定的 是由一班 會眾 會眾 去決定的 這個都是 你可以說 跟民主 政體 是有關的 而前面所提及的 政府 有些事情 是不能做的 也都是有利於 一種 有限的政府 而 有限的政府 最具體的表現 是什麼 就是憲政民主 例如美國 它有一個憲法 是規管著 政府 可以做些什麼 可以做些什麼 這就是憲政民主 或者John Locke 那時候說的 民約論 就是說 人民和管治者 訂立一個契約 所以管治者 要有一定的權力 不過 那個權力是有限制的 它不能為所欲為 等等 這些想法 都是有關係的 好了 我講到這裏應該都差不多 最後一點 能做國家 原來 以前就是帝國 宗教改革之後 打了三十年戰爭 後來 就訂立了一個 叫做 威斯佛利亞和約 那麼 打三十年戰爭 打什麼呢 就是 為了 你信什麼教 那些打仗 他們說 現在 那時候真的會為著 我的國家信什麼教 或者 我的教是對你的教 現在不是教 是同一個基督宗教 大家都是跟隨耶穌基督 不過 大家是鬼打鬼的 那種情況 那時候是真的這樣 所以 現在打三十年 不是打幾年 一戰或者二戰都有限的年衰 即是年日 打了三十年 打了整代人 這樣的戰爭 所以 到頭來 即是 怎樣打法 那些事情 你自己看歷史 到頭來 就發覺 我們都不要用這種事情來玩 這樣打來無畏 所以 不如大家簽個約 簽個約 簽個約點 首先 就是確定了 那時候 之前已經確定的一個原則 就叫做 教除國定 即是說 你自己那個 即是帝國 那時候神聖堂說 帝國 下面有一些諸侯國 即是那些不是主聯國家 就是每一個國家 那些國仔 自己可以定立自己的國教 到時候 就不可以說 因為我神聖羅馬帝國 我皇帝是支持天主教 我就是每個都要天主教 你不是的話 我就出兵來打你 就不可以再這樣 那個民族的地方 他要容許他自己 選擇他自己的官方宗教 而在裏面 可以選擇的 就包括了天主教 包括了述兒宗 包括了嘉義民宗 這個新加入的 第二方面 這個就是 哇 就是帝國境內國的諸侯國 國有主權和外交自主權 就是 比起現在香港高度自治 更高度自治 就是連外交權也有 還有主權 香港不可以說 就是 那種權力是大到的地步 基本上 其實就是一個 不是完全自治 總之是超高度自治的一個國家 只不過他做不做得什麼 就不能向帝王宣戰 那我不打皇帝 沒有什麼 我就一個獨立主權國 大概是這樣 所以幾乎是 就是 就是 鼓勵 批准 承認 當時已經形成的民族國家 是真正的 在政治上 有一個獨立的地位 那 所以呢 什麼荷蘭瑞士 什麼不是國家 那時候 都是一個 諸侯國 或者什麼 但是簽訂和約之後 這些地方 就已經承認它 是一個好像 國家的地位 當然那個國家的地位 跟我們今天 是不是完全一樣 不會完全一樣 不過呢 那些走的那條路就是 你這幫人 你是Dutch 你是說荷蘭話的 那你就成立那個國家 我是說 德文的 我就自己成立那個國家 這件事情 就根據一些歷史學家說 這個正正是奠定了 今天 我們以民族國家 作為整個 國際秩序的基礎 今天我們說 聯合國英文叫 United Nations 基本上 那個ideal 那個理想 或者很多人的理想 就是我這個民族 就成立 獨立的國家 今天你看一下 那個什麼 加塔獨立 就是巴塞 那個為首都的地方 他們搞什麼 為什麼搞獨立 就是一種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 想怎樣 民族主義 基本上就是講 我這個民族 就應該 我有自己 獨立的 主權國家 我不應該再受制於 在我之上 還有一件事 就是管著我 我可以完全決定我的未來 這個呢 就是當時 很有關係的 今天 其實一直都是這樣想法 就是 凡是我自己 有一個獨立的民族 我就爭取成為一個 就是自己 管自己的一個主權國家 這個是 就是跟當時 打完三十年戰爭之後 簽訂的合約 所容許的一種格局 是有關的 而到今天為止 民族主義 是成為塑造現代世界的 一個相當重要的力量 我看過一本書 或者簡單來說就是說 現在有兩個力量 一個力量叫資本主義 一個叫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就是個別性的 就是我這班人 對抗著一大堆的 我自己找回自己的獨特性 資本主義基本上 是打破各界疆土的 我管你什麼民族 總之大家都賺錢 大家同一個市場 所有東西打破貿易壁壘 民族主義就是保護主義 為何要給你賺我的錢 為何要你 你挖了我的人 走去為你服務 為何要輸入你那邊的勞工 等等 這兩種的力量 一個是講我 比如說 全球化 一邊是講我自己的保護本土 等等 到今天 仍然 都影響整個世界 如果說資本主義 和民族主義 和民族主義 從某個意義來講 或多或少 都是和宗教改革 扭上一些關係 不是道指 剛才講得很清楚 不是道指 是有關的話 即是說到今天 影響著我們整個世界的 兩股很重要的力量 資本主義 全球化 另外一個是民族主義 講本土 獨立等等 這兩股力量 其實都是和宗教改革 是有一定關係的 好了 我要講的就是 差不多了 總結 我就昨晚預備了 想了一段時間 都不太知道怎麼總結 最簡單的總結就是 原來今天 我們生活在所謂現代世界 雖然我們不是歐洲人 我們和歐洲不相對 但是呢 其實我們都在受他們的影響 因為 簡單來說就是 現代社會基本上是 由歐洲 尤其是啟蒙運動等等 那裏 開出來 或者工業革命等等 開出來那個 文化和社會經濟的 實體 然後這種形態 將它擴散到全球世界各地 這個有關 所以我們其實是 如果你說歐洲的文明 是受這些影響的時候 我們都是間接受這些影響 所以我們要了解我們今天 我們這些價值 我們說保證價值的東西 其實呢 講講一下都要去 走回去看這個 宗教改革的歷史 雖然沒有軟水路的東西 其實對我們呢 其實對我們呢 想的方法 我們覺得是重要的東西 都是有關的 好 我看一下 很多問題 好 第一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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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牧師 我覺得現在呢 看到現代化 就是要進入世界各國人 不知道我們 就是我們 我們在祖國呢 一方面講現代化 但是好像很不像 和馬興同學的 就是很多 就是走到一個反方向 就是你現在看到 走過來之後呢 就是修緣站 規徒指望著高 甚至那個 甚至那個 在上面講呢 就是 就是 我不知道 就是說究竟在我們的思考上呢 就是說 這種全球化 帶來的那種風景 在我們今天的 五百年之後 就是究竟這一個 所謂廣世的家庭 在我們上面 還有它的 很特別的情況 就是 怎麽能夠 結合到 這個關心和之 就是你們的 潤富潤智的女孩 就是 前面應該怎樣 爬過 是不是 不清楚 他裡面的馬虎露金光 爬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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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呢 我覺得這個 其實那個宗教的思想 和那個寬話 都是受到很大的狂角 就是說 其實他們的 壓迫二端呢 其實 死了很多人 馬虎露得 加爾文 他們對蟲子派的逼迫 是非常嚴峻的 是 因爲他們反對於行政 所以殺得他們 很可憐 是 爬過後 爬過後 然後又可以一起殺那些狂仔派 所以我覺得 今天應該和他們做一些事情 就是要 要有這一幫過去 即是我們都 大殺我們 因爲他們 爬過那些 你學得我這個 one statement 你不跟我的信用 他一定會成 所以這個心胸要去到好後期 才能夠 即是要付很大的內閣 才能夠獲取回答死 那馬丁路吉的我自己的意願都究竟 因為他日後去有權益之後 唯有什麼原因就是 所以農民那個鎮壓 起源的鎮壓出來 被人給了救命 因為他們鎮壓農民 搞到農民有很大的成績 那麥德傳也有確認一下這一切 所以我覺得這個 即是農民的看法 他們也有什麼限制 我多謝鄧牧師的問題 牧師問的問題真的很難答 我試一下這樣回應簡單說 就是第二個問題先 第二個問題是講路德 或者那些其他那時改革的領袖 是做過那些很壞的事情 我剛好就是現在出版了一本的書 就叫做《從衝突到共用》 《從 conflict to communion》 這本書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大概這樣說 是天主教會和信義中 就是路德那個世界性的聯盟 就是聯會一起合作出這本書的 是想說什麼呢 就是首先對於宗教改革的歷史 大家不要各自各話 就是不要再說你很壞 你又說我很壞 那些大家有些共識說出來 第二就是對於大家的一些神學上的爭議 是說一些共識出來 然後那本書第三部份 我很感動的就是什麼呢 他都是各自說了一些我以前怎樣壞 壞什麼呢 比如說信義會那邊 他們是承認路德是犯過一些很壞的事情 例如他很憎恨猶太人 反右主義很強的 Antisemitism 然後呢 他們是鎮壓農民那些 就是對於政府鎮壓農民起義 血腥鎮壓農民起義 路德是推波助瀾的 就是他當然不是拿把刀去殺 不過他是好東西好 應該是這樣 那些那麼壞 還有對從洗派那些的鎮壓 他們都是有表達那種錯誤 就是認錯的 另外就是天主教也都認自己錯 還有彼此是認錯 因為大家都說 當時雙方都是因為很多義氣的原因 所以將對方是妖魔化 就是說到明明不是這樣 我都說到是這樣 使得其他人都覺得 真的這麼壞話 就是很明顯是作假抹撻那些 就是這本書 大家都是承繼了兩邊的教會 那些傳統 也都是公然地公開地去認錯 這個我覺得都是一個起前 就是他們犯過那些壞事 是沒有得挽回的 但起碼今天他們的傳人 是同袋前飛 那可能是一個好事 頭一個問題非常難答 那個問題如果客觀點來看就是 如果我站在內地領導人的想法 他就很簡單 就是這些全部都是西方的東西 我為何一定要針 為何要跟這些東西呢 我們中國人走中國那條路 所以我們要走一個新時代的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 要值得問一個問題 我是搞基督教神學的 基督教神學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在說什麼呢 其實人呢 最基本上來說 每個人都有一個同樣的特色 但每個人都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去創造 就是Created in the image of God 每個人都是 所以無論他什麼民族 文化 什麼講什麼話 等等 或者那個階級等等 其實都是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 那既然在上帝面前平等的時間 會不會是 某一些民族的要求 或者那個價值 是跟我們民族是完全不同的呢 那這個是值得問的問題 會不會是這樣的呢 會不會是應該爭取一種 是大家可以是 就是多一些的溝通 以至說找到一些共識 而不是說 我說你的一定錯 而你說你的一定錯 這樣 我想這個是要想的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剛才所說的路德那種 即使是兩個角度論 那種良心的自由 我覺得是 基督宗教帶來 或者基督宗教帶來 很重要的一個遺產 即是說呢 他在說什麼呢 無論你多偉大的政府 多厲害的政府都好 你有一些東西不可以管的 就是 我的良心 那就是什麼呢 我以下下來不用錄音 就是 我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外國的問題 就是 現在 現在變成好像 slaves 這個要求 其實 愛國稱為自然的 不是啊 你自己愛уш自己的國家 或者至少我屬於 某間學校 中學 我愛護自己的 中學 這個天經地義 是很正常的 但是呢 如果學校的校長說 你必需要 愛護那件學校 即是唱他們的 要看ular 就是想看 你又覺得很奇怪 我不想逼出去 現在會買我 我想那種良心的自由這件事 我覺得是怎樣都要把持著的 否則的話就很奇怪 迫出來的東西不會是真的 我們每個都會希望自己愛自己國家 這個很正常 但是如果變成一種好像是強迫性的 這樣就不是很健康的 這個可能已經講得太厚實了 不如先主持一下秩序 才能得到哪個第二位 我想問一下 我想在500年前 馬登路德的宗教改革 當然在你剛才提到的 包括有術罪院 現在的實際法 其中有些東西可能剛才沒有提及 包括當時那個教宗 作為天主教的一元堂 但其實是怎樣選教宗 亦都是非常黑暗的 很多人是用錢買回來的 這個是天主教的歷史都承認了 因為其中有一個教宗是十幾歲就已經做教宗 因為是家庭的原因 另外就是其實在某個程度上 你會覺得 那條問題上昏就是畫難 因為這個背景 包括還有一件事 因為當時剛才有印刷術 而令到他那95條 除了可以設了一個教堂之外 他可以廣傳出去 讓其他人看到 因為如果沒有印刷術 他要寫 可能可以 起碼沒有那麼多人看到他那95條 當馬丁路德做了所謂宗教的改革 他扶納了約教 但其實他沒有改革到天主教 起碼在某程度上沒有改革 但譬如他自己 當年來說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他是同一個修女結婚 但是天主教 很大改革 不是 但是天主教沒有改革 是基督教是容許神職人緣結婚 但是天主教 我的意思是他很多人沒有改革 包括曾經說的那個 或是一些細俗些的 但就算在他來說 譬如說天主教 好像如果沒有錯的話 大概五十年前才開始改革到 那個黎薩不會用拉丁文 可以用其他本土語言 在他做這個宗教改革之後的四百五十年 其實都是在用一個拉丁文 而普通人不會 除非你是拉丁人 如果不是我 你會明白拉丁文 我會明白 我會明白 其實在某個程度上 怎樣去 interpretate 那個聖經呢 其實都是有一些和最高的成績的條件 因為普通人 我不會拉丁文 我怎樣知道 我想問的問題 你會不會覺得他沒有改革到那個宗教呢 他可能對於長尤耶索說 他這個現代社會 是 帶來好多好多的原因 是 但他沒有改革到他本身的宗教呢 那這樣說 基督宗教本身就改了 因為已經多了其他option 以前只有一個option 現在多了幾個不同的可能性 除非你說天主教是另外一個宗教 這個基本上是學理的問題 如果我們說不是幾個宗教 而是只有一個宗教 不過有不同的派別而已 那路德是真的改革的 而另一方面 透過這種良性競爭 就是天主教自己都有改革 就是天特會議等等 都有自己自強 當然天主教自己的改革 肯定不是路德最期望的改革 正如你剛才提出的一些事情 都好像沒有改革什麼 但是 但是又不能否定他們是有 感覺到危機 然後是有改革的 不過不是很大規模的改革 這個大改革都會見到你 剛才 好像前面黑色衣服 你的意思是 阿邦能否看到誰 我的問題很簡單 教授很精彩 不過我從來沒聽到 宗教的討論 有這麼多普世價值觀的論述 我只是有一個好奇的問題 就是 教授你在中大也是教神學的 據我所知 好像中大在國內 深圳那些 你不知道哪裏有分效的 其實你有沒有機會在那裏 講類似的 是 我沒有 這個真是 我是知道 是問 沒有 沒有 沒有人邀請過我 也沒有積極爭取 也都在深圳裏面 沒有神學院 沒有宗教科 所以沒有機會 教授你 我想講的就是 其實 現在的所謂的普世價值 其實和基督教的信仰 其實是否有很大的衝突 剛才所講的宗教自由 基督教的上帝觀 我們所信的野惡華 他講到明 除他以外 不可有別的神 他不可以容許 你說什麼佛教 其他的宗教自由 發生 其實你說黃大仙那些 其實看當時來講 你傻的 我當然要將你消滅 第二 講人權 人權現在講到 就是同性戀合法化 一年一秒 只要所有人憑自己的良心 我覺得同性戀應該是合法化的 這些就是人權 就是普世價值 我想問 你覺得聖經的基督教官 是容許這件事發生的嗎 第三 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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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我憑良心 我覺得你是仆街 我就要寫明 你是仆街 這些 又是一些普世價值所講的 我想說 你剛才所講的 所謂的宗教改革 家以文等等也好 我欣賞他有很多優點 因為他看到很多 當時 天主教也好 內部有很多決點 但我想說一件事 我希望大家明白一件事 無論家以文也好 或者其他的改革家也好 他們都是人 他們不是神 所以他們所講的 我們可以去聽 我們可以分析 但不代表一種真理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要想清楚普世價值 是不是跟基督教的聖經 是有很大的衝突 我希望這件事大家可以反思 不要當正所有的宗教改革 他們所出的書 所講的東西 可能是適合在十六世紀 十七世紀 十八世紀 但不是真理 先講清楚 我以上所講的 你從來沒有說過這些是真理 也沒有說過 普世價值 就等於基督教價值 千萬不要這樣講 我只是說 最多這樣講 就是現在有一些部分 被視為普世價值的東西 是跟宗教改革有關 都不是叫做基督教的東西 因為為什麼 我剛才講 有很多是unintended 他根本當時 就不是想尊重各個不同中派 他根本就不是很想做我的事 例如基督教主義 不如我們搞生意做基督教主義 根本就不是想這些 不過在歷史上產生了後果 我不是想講等於普世價值的東西 另外你剛才講過 聖經和普世價值 當然同意 但那個關鍵在哪裡 其實到頭來 很多問題的關鍵 就是怎樣去解釋聖經 究竟 你說什麼 不容許其他的教 在那個 那句話本身 都有去那個處境 所以那段經文怎麼解釋呢 事實上不同的教派 或者不同的學者 那種解法都不同 以前呢 宗教教革之前子 應該只有一種解法 就是 我教的那個解法 當然對我東方 我們不計算 西方教會得一種解法 但是 自此之後呢 就不是只有一種解法 就是說 我可以這樣解釋 我說我這個權威 你隔壁那個說 我這個才是權威 所以怎樣都是 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大家都 讀信聖經的權威 我沒有聽過一個基督徒 說他聖經沒有權威 不過呢 大家都讀信聖經權威 但是呢 他解釋的方式 德國的結果呢 可以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就是 宗教改革帶來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拆了 只有一言堂 那樣東西 就是大家可以 在一個 怎麼說 思想的市場裡 每次競爭 而沒有一個人 可以說 我這個就是真理 因為 每個人都說自己是真理的時候 都不是 攤出來說 這樣 我想這個都是 令到 現代社會是 比較 寬容的 一個 例子 謝謝 老師我的問題很簡單 因為我剛才的talk 都講很多馬丁路德 和嘉義文 我想問一下兩者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呢 因為 我心裏想的就是 其實嘉義文 是承繼了馬丁路德的思想 還是馬丁路德 其實開闊了眼界 去打破了 亡牙交亭的壟斷 之後就有一個 空間 之後就有不同的中派走出來 那嘉義文 就純粹其實是這樣 美國人走出來去 圣經 去 interpret 寸教 它到底是 成绩 還是成兩者 其實完全不同 我這樣想 既是成绩 亦都是 亦上另一條路 加爾文是第二代的改教者 所以第一代改教的時候 路德是講得激一點的 也不是想教會可以統一翻 或者大家和好如初 他就是比較激地 去講現在的天主教會有什麼錯 所以他甚至說天主教、教皇是敵基督 用這些字眼罵醜、罵咬他 但是去到第二代的時候 就出現幾個不同的情況 譬如說有些人覺得路德太激 有些人覺得不夠激 改教不夠徹底 有些人覺得應該回天主教才對 有些人覺得應該更激 加爾文可能是嘗試找一條中間的路線 既不敢又不敢 我想這個是加爾文嘗試做的一件事 所以他的聖餐觀等等 他不是很同意那些路德那種思想 就是覺得怎麼都是 耶穌基督的身體和血 其實臨在那些餅酒當中 但又不是去到 好像當時辭運 或者甚至某一些重洗派 覺得紀念而已 他就嘗試走一條中間的路線 還有呢 路德不是打算建立一些東西 他打算拆東西 拆了一塊很大的那個所謂中代理 加爾文開始 他就覺得 這樣也要找出一些秩序 所以他就建立一個 所謂系統陳學的系統 他寫那個基督教要義 寫了很多年分了很多文章 就是嘗試整理一下 究竟我們一群基督新教那些 該怎麼相信的呢 這個是加爾文的貢獻 最後兩條問題 應該都差不多了 教授 剛才你說 五百年宗教改革的回股 我們伙子也自然之 現在天宇教和基督教派 每年都合約的祈禱 也都希望大家 會不會有個再編方分 將來會要坐在一起 因為世界的中央來講 他都想來一個合約的意圖 也都 接著我們來的中文大學 有基督教練 有天主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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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覺得 我們的伙子 是否知道 合約的運動 會不會有可能 會將會發展 因為這幾個五百年 那五百年後 會我們怎樣呢 沒有問題 給我們 首先什麼叫合一 合一運動 就有幾個可能性 有一些真正在搞 是制度上的合一 即是說 我直接 兩件事 混合在一起 我想 這件事 就一定不可能 因為 也沒有人在爭取 不如 你基督教的那些宗派 跟天主教會 合在一起 就沒有人做這件事 我所知 有做的最多都是 個別的宗派 跟天主教想想 怎樣可以 做這些事情 就不會所有 基督宗派都是這樣 反而 現在的合一 是多做什麼呢 就是彼此的互相承認 就是你在這裏洗禮 不需要去到那裏又洗多一次 你在那裏做神職人員 不需要在那裏 又要搞完一輪 又讀一堆書 然後才做神職人員 就是大家多些 給予一次承認 第二 就是在一些聯合的工作方面 例如 爛民的救濟 就是社會服務的工作 裡面 可不可以多些的合作呢 第三方面 當然就是 多些的 神學 思想 各方面的對話 這些事情是正在做的 那 將來是怎樣呢 我不知道 不過 我不會覺得 那種 體制上的聯合 是有可能的 因為基督教的特質 就是 沒有了個教皇 那 個個都可以解聖經 那個個解聖經 因為 剛才我朋友說 就是個個都有罪 所以解經 聖經 是絕對都好 就是 這個 聖經是絕對都好 但是解經的那些人 不是絕對的 所以 每個人得出來很多不同的派系 不同的想法 有些人以為這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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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情況之下 有一些 就會覺得很正面的 覺得應該跟天主教 是多些 大家聊多些 可見將來都沒有辦法想像 他們會覺得 我們不如 大家 越來越近 不覺得越來越近 最多尊重你 大家和你聊天 查一下 但是 大家多些合作 我幾次承認 不行啊 你的事情和我 撐得太遠 我想就不是這樣 但起碼 現在是多了 真是基督宗教 基督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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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一些宗派 是土天主教 有一些對話 尤其是關於 justification 恩信清義 恩信誠義 聯合聲明 就是一個好例子 一邊是天主教 一邊是信義宗 首先簽了聲明 後來呢 就加上這個 純道維里宗 然後今年呢 就加上 改革宗 就是reform church 那起碼呢 就是說這個 對於怎樣得救 怎樣清義 這個問題呢 起碼有四大 教派 都是有個共識 我想這個 都是可起的現象 而都 我想 就是 今年五百周年 其實你聽到很多 的 講話 都在講 怎樣可以大家 多些彼此尊重 就是那些 我想這個是 就是在彼此尊重底下 那種的 合一 就是不是體制上面 大家成為同一個教會 是大家可以多些 聊天 多些彼此尊重來講 就是現在是 邁向 就是 好的細層 我覺得 那 最後一條問題 最後就更加 因為我想 就是 隔送 最後那個件 又不要自己隔離 這個是中國人 那種 對的 對的 那我想 都 就是 除非你很想 如果不是的話 我 我 都 再加一支咪 給你 如果沒有其他問題的話 今天的講座差不多 那我們再多謝葉教授 謝謝 多謝各位 難得抽這個星期人的時間 走來聽一些 好像 很概念性的東西 謝謝